对于这个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欢迎收看不可思议的世界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他会超能力 还是有特异功能的呢 但有哪一些超能力 是用魔术可以做得到的 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要先让大家看 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魔术师 大卫布莱恩的精彩魔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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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震惊 所以震惊 你没有任何器材 你没有任何器材 没有任何器材 没有器材 没有器材 有什么器材 我看你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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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魔术表演 非常的神奇呢 居然那个硬币已经咬断了 拿出来又复合了 對啊 太厉害了 王牌魔術師方元氏 就要現場表演給我們看 一模一樣的嗎 同樣那一招嗎 我賭他 表演不出來 到底可不可以現場討厭你 那我來嘗試一下 好 而且你的硬币還比那個大魏布蘭恩的還大 是嗎 為了讓大家視覺效果更好 我這邊有一支筆 請小胖幫忙檢查一下 這是一般的筆 對 一般的筆 這個筆蓋有沒有感覺比較特別 沒有啊 感覺不出來對不對 哪裡特別 好 沒關係 我們現在把這個筆蓋拿起來 然後您 可以高抬跪手一下 好 注意看 哇 您今天的運勢不錯 對 很有財運 看到沒有 真的啊 很有財運啊 我講的一點都沒有錯 馬上這個筆蓋裡面就出來了 有沒有一千塊的 一千塊的話 可能我要去這個ATM轉帳給妳 對 好 那沒關係 我先用這個十塊錢把它手上 把它這邊消失 從這裡跑出來 對 這裡跑下去 小心喔 今年可能還會有一點露財的狀況 不過沒關係 好 我再把這個十塊錢拿起來 好 往地上稍微丟一下 而且 這邊吹一下也沒有對不對 那到底跑到什麼地方 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哇 這邊跑出來一個十塊錢 怎麼可能 對 您的財運是不錯 但是您要注意喔 眼光要放遠一點 為什麼 這個是民國幾年的錢 37年 看得不是很清楚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直接把它放下來 大概十倍啊 但看得比較清楚 怎麼會變那麼大啊 天啊 好 那剛才我們也有看到這個 美國的大衛布萊恩 實際上這個 我發覺齁 您工作太敬業了 所以缺乏鐵質 不過沒關係齁 我可以幫你補充 你知道魔術師一般都吃什麼嗎 吃什麼 魔術師都是吃這個 吃錢 真的假的啊 比較有鐵質的東西 對 馬上就吃掉了 不過沒關係 稍微幫你運功一下 好 你吹一口氣齁 再看一下 好 馬上這個鐵質又恢復到原狀 怎麼會這樣 今天看到的呢 好厲害喔 這個錢現在不要拿給我 因為你吃過 他這樣拍了 他投手要開始耶 但是很厲害耶 對啊 是… 太厲害了 好厲害耶 這是有特殊工具還是什麼 我現在開始崇拜它了 這個的話 這屬於最高機密 但是這個本身錢 是經過這個淬煉出來 好像一把寶劍一樣 萬年的寶劍 你是需要 好像一天見啊 也是需要 經過淬煉 火的去燃燒 我看… 對…特殊的 很厲害耶 對啊 這個材質很堅硬耶 滿厲害的 可是可以公布如何用嗎 這個的話 我們先保密一下 好… 對 因為我們大衛布萊恩 還要靠這個袋子 要當時… 噓… 噓… 所以暫時我們先賣一個小關子 是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請方元氏先回座 真的很厲害 那聽說我們方元氏 還有一招叫做什麼 金鐘造鐵布山 這一招的話 我本來是想保留 因為我還想多活20元 不行啦 如果因觀眾要求的話 我可以嘗試一下好了 這是有相當的危險性是不是 對… 金鐘造鐵布山就是刀槍不入嗎 也可以這麼說啦 因為我今天把我們家寵物 手吃的紅蘿蔔都大了 我還以為你要講說 你們家寵物是旁邊那位 我也是 小童小姐 小童是我們的 美麗的助理 對… 所以助理要先檢查這些刀 等一下我們要拿這些刀 射到你身上對不對 這樣子好了 我先來… 好 把這個印證一下 讓各位看一下 好… 來… 刀是… 好厲害喔 給我一隻 這是牛排刀耶 對 這牛排 這個如假包換的 對啊 我跟這個 我家插牌借的 對… 牛排刀 真的 你看 很尖銳耶 這樣好像一個塔羅牌的圖案有沒有 好像 對… 對… 沒關係… 我燈位只要把我的小肚肚露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你是要… 我們拿刀… 擦哪裡 稍微切… 做節目也不用那麼拚吧 我們… 要不要先這樣就護車準備 為了我們這個… 不可思議的世界的收視率 我們一定要… 賣命演出 博命演出 太誇張了 每把刀各位都可以… 檢視一下 小心… 夠了… 好… 毀了… 桌子好像… 剛才應該準備一根… 這個桌子是Kinoki的耶 快步了 好… 來… 可以證明這個刀子 是真的非常鋒利的喔 是… 接下來我想邀請助衛還有白餅 可以一人吃一把刀子 真的嗎 對… 你變得好暴力 太暴力了 真的不會… 怎麼樣嗎 在你身上… 這把不是… 這把不是啊 我們可以選擇這一把嗎 待會… 這一把是 好 既然有人這個單點 單點 有一個單點 我們現在已經壓力了 太暴力了 我們這個是熬… 是接受單點 這個我不敢再切 因為這個手切下去我就會 你知道嗎 我拿到這把刀之後 突然間覺得自己好像在拍 玫瑰童靈眼 有人想要嘗試嗎 還是… 不要… 我跟你講那個慢慢來 我們先用小刀好了 先用小刀 先用小刀好了啦 好不好 先用小刀 小朋友絕對不要模仿喔 我們都是有練過的喔 這太恐怖了 來…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不是開玩笑的 你要躺著嗎 看一下… 哇你看看這個都可以 最近喝很多啤酒 好… 我就直接躺下去了 哇賽 然後… 幫我先打那個119 萬一有什麼狀況的話 各位… 然後我們是這樣子射嗎 呃… 你可能怕不去太多次了 這樣射的話恐怕我… 我先試看看 好…來一下好了 沒關係 哇… 真的來一針 欸… 他肚子沒有任何… 這是真的平肉 沒錯 真的耶 然後呢… 我們要丟… 待會的話… 不要… 好害怕喔 對啊…好害怕喔 各位有看到這個圓點嗎 真的假的 這邊就100分 接下來90分 80分 以此類推他 ok… 我丟到這邊的話 丟到外面就0分 ok… 那我們待會數到3喔 我就… 各位就可以丟下來 那我可不可以用力丟 呃… 可能這個小馬你怕不開… 開太多間了喔 射飛鏢射太多了 沒關係 我們來… 介紹您的考驗 真的假的 對…但是不要往心臟丟啦 因為我這個心臟只有一個 肚子是… 腸胃喔 到時候還可以… 好… 沒有關係 來… 我們數到3喔 數到3喔 注意看喔 1 2 3 3分鐘之內 如果… 就會撐不到的話 可能… 這個… 後果你們要自行負責 對 節目自行負責 來1… 我們正式開始 1 2 3 你好準喔 好… 還好神喔 好神喔 好神喔 我不殺神的啦 好害怕喔 那個蘿蔔夾還這樣 OMG 我剛剛還自己試啊 這個是真的刀耶 對啊 這是假的耶 對 真的牛排刀 來… 來… 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多 盡量想用沒關係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不想做神 那個尾小寶 稍微注意一下 好… 對… 稍微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 好…來… 我們教授來 好… 周教授…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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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這個大概有85分 有85分的 喔… 這是蘿蔔枝喔 還沒有人命中100喔 真的… 好厚喔 來… 我們請神龍來 要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都可以 好… 1…2… 用力… 用力… 1…2… 唉唷… 欸… 我發覺你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要不要這樣 大家團結在一起好不好 是嗎… 稍微再高一點沒關係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是不是 好…比剛剛更高一點 對 拉到你最高的位置 好… 1… 拉到最高點 2… 欸… 怎麼… 欸…我覺得你這不是魔術耶 這是氣功嗎 等一下… 呃… 這是魔術… 那請問是… 為什麼呢 好… 各位… 我們讓攝影… 攝影師稍微看一下 讓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寫 沒有…完全… 這不是… 這完全我的… 連歌傷都沒有耶 對 完全沒有 那照這樣講的話 就是說以這樣尖尖的 那個… 以這樣尖尖的啊 傷不了你啊 那我們可以試用這樣 用切的嗎 切的話 我待會兒用切的好了 這個刀子不夠看 我們用稍微大一點刀子 那要用剛才那一隻嗎 對 剛才那把大的刀子 耶… 你讓我什麼都拉拉你耶 好棒… 超勁爆喔 這個一般是我跟… 早上跟我們菜市場的那個 王大年間 好勁爆喔 他專門來切那個豬肉的 牛小排都是用這個刀子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這個切骨的耶 對… 這不是開玩笑的 啊… 那我… 有沒有人想嘗試 都…都不敢是 其實… 我… 這個宗教有一句 我不下地獄 誰下地獄 要不然就… 那只好我就自己來 好 你自己來… 好… 注意的喔 那這個手大家也看著 幫我拿一下 你這邊有刮痕 好萬一… 對… 因為常常… 常常做喔 這個… 職業傷害喔 好… 這樣會砍到我的手啊 不會…這個你放心喔 小孩子千萬… 這個在家裡面 不要輕易嘗試 這樣… 你知道喔 兩顆 那我們小潘潘也來求藥喔 稍微… 兩隻手啊 怎麼要先當 所謂先當妙藥喔 好… 好… 藥就出來了 欸… 有看到嗎 你比較嚴重喔 台灣最近在… 這個讓大家看得清清楚 手都是完全乾淨的 好可惡喔 這個在家裡面 不要輕易嘗試 好… 欸… 你不要這麼有力了 我的手怎麼捏啊 我還怕嗎 我的手毀了 血應該會漸出來 可能不能拔掉 拔掉的話可能就毀了 什麼 很噁心 你太噁心了 很快弄起來了 我手應該還沒斷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可能 都跟我握個手 太神奇了 我的天 沒有 我要握那把刀 我覺得那把刀比較厲害 這個刀比較小 小心 好恐怖喔 這家裡面不要輕易嘗試 太可怕了 太厲害了 你這一招真的很氣中照片 真的很厲害 謝謝 來告訴我們 請大家坐下來 慢慢告訴我們這什麼原理 如何辦得到呢 好恐怖喔 我真的隨便講說要切的 他還真可以 對啊 那這樣好了 之前我對的新聞都常在說 那個張穎的隔空抓藥事件 你也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藥的話 住位比較需要什麼樣的藥呢 我最近感冒喉嚨痛 感冒藥是 對 好 我這邊有一罐喔 是沒有拆封的 您可以檢查一下 完全沒有那麼拆封 完全沒有拆封 那我可以拆嗎 不用拆 所謂隔空抓藥 大陸特異工的人是張寶勝 因為我當初在98年 我現場有看過他的表演 是 對 在這個北京會館有看過 他實際上他就是把這個 完全密封的 沒有打開過的 這個藥丸是沒有辦法滲透出來 對啊 他如何能夠把它弄出來 好 那我模擬一下 好 他們是所謂的特異功能 但魔術怎麼做呢 我們看一下 雙手讓各位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好 這個是完全沒辦法 對 我稍微就是 開始抖 對 倒入貨益工人的一次 好 來 我們請這個沈榮 您的手稍微伸出來 好 先給你兩顆藥 有看到嗎 有看到 好 讓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小潘潘也來求藥 好 稍微兩隻手好 怎麼要先乾 所謂先乾沒有藥 好 你看一下 好 藥就出來了 有看到嗎 你比較嚴重 對 臺灣最近在 這個讓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手都是完全乾淨的 好 對 好厲害 對 您可以檢查一下 怎麼可能 看看有沒有開過風 那我們從新聞畫面之前 那個招引個入端 他好像是什麼 這樣子摸一摸 然後就突然出現 這個小藥丸 對 這個手可以做 可以做好 他是怎麼做 因為當初他有幾種方式 一種的話 他把這個手 扣在他的 這個指尖上面 對 指尖上 所以你這樣是看不見的 好 實際上他扣在這個 指尖中指這裡 所以你這樣是看不到 然後開始抓 所以是障眼法 然後如果同時很多 然後慢慢的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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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就戳出來一個藥 所以當初是被那個 好像不同角度的攝影機 拍到他做假的嗎 對 哇 而且他好像有黏在桌子底下 我們現場直接有看 他是黏在桌子底下 然後這樣子摸起來 然後就開始然後變變變 他先發功 但是所謂的特異功能人士 他們的睡職是非常的動人 什麼睡職 因為就是他們很有說服力 很會講 然後分散你的注意力 他的功力可能是講是十分 實際上表演只有只有一分 對 所以他們的過門 可能跟我們一般魔術師 來看的話就很容易破鏡 因為掃法太粗俗了 OK 小馬 你常常到中國大陸嗎 是 中國大陸就很多這樣的 特異人士對不對 你有看過哪一些 讓你覺得很驚訝的 我去中國大陸看到的 特異人士比較少 我反倒是最近在網路上面 有看到一個日本人 怎樣 他比那個David Bryan還要厲害 我覺得 因為他就是 他有兩個事情嚇到我 最近有一個新作品 他上一次第一次看到 他在一個麥當勞的門口 好比說麥當勞門口有一個海報 有一個一般都會把你的賣什麼漢堡 有沒有都放在上面點餐 他居然可以在眾目睽睽之下 然後就伸手繼續把那個 照片裡面的漢堡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呢 這個好比說這一張的看板 上面有六個漢堡對不對 他拿掉一個 那邊就少一個漢堡 就實際上他手上有一個漢堡 他把它咬一塊 咬一口之後呢 大家都在看 他就把那個漢堡放回去 那個照片一樣是漢堡 但是被咬了一口 這是我看到我嚇到一次 然後第二次 他最近又有一個新作品 它是一個咖啡 也是一個看板 兩個咖啡在這邊 有賣咖啡 他自己用一個奇異筆 他用一支奇異筆給人家看 奇異筆 然後他把奇異筆的頭拿掉 然後把奇異筆 打到那個看板裡面 打到那個木板裡面去 就打到那個咖啡裡面去 他裝了一個水龍頭的開關 一裝之後 然後底下接一個玻璃杯 可以倒出那杯咖啡 你就看到那個圖裡面的 那個咖啡就 沒有了 然後那個路人就真的 眼睜睜看到那個 就把那個咖啡給喝了 是真的咖啡 他把這個西瓜一拔掉就 然後空的玻璃杯 這樣啊 他只是一張照片而已喔 一個看板而已 那我說的這個魔術師 怪是怪在說 他們那個手法 已經不太像是用道具了 就好比說他們有一次 做潛水艇 就是有一種觀光用的潛水艇 在海底下面 那你的玻璃外面 就有魚在游喔 它可以用普克牌這樣 一打出去之後 那個普克牌到那個玻璃的外面去了 穿過玻璃 穿過玻璃了 你這樣刮不到 抓不到普克牌了 然後他居然拿一張紙 把它貼住之後 他可以用手進去之後 那個紙就變得水水的 就軟軟的 那個玻璃耶 他居然可以把手 穿進去之後 把普克牌拿出來 然後咧 他再把紙弄掉之後 又是玻璃 可是是在水底下耶 對 他怎麼做到我就覺得 而且我們看很多魔術表演 他可能也到那種珠寶店啊 他也可以穿過玻璃 直接把裡面的珠寶就帶走了 對啊 那很奇怪 那像您剛剛表演那個隔空抓藥 坊間就真的有一些神棍還是什麼 那我們如何去分辨真假 免得受騙上檔 其實坊間目前來講是很多 尤其是像大陸來講 我去過考察兩次 我看過大概至少十組以上不同的人 他們的睡職都是差不多 然後手法就是都是一曲同工之妙 那你說像這個隔空取物 對大陸來講 他們講的是非常的神奇 但實際上他們有 他們缺乏了什麼科學 因為美國來講 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有把科學結合在裡面 所以他們的特效做得比較逼真 所以這一點的話 大陸特異工的人士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可以留學到外面去 多學一點科學上面 再加上他們的睡職的話 就天一無方 這樣子 那有沒有一些人他在表演的時候 他就是當場被抓包的 很窮 應該會有吧 大陸上有小朋友他們表演 我是看一個影片 就是把樹葉跟這個花生米 甚至一些這個果核 果核是非常硬的東西 它在嘴裡面就是嚼一嚼 可以變大變小 不是嚼碎掉 體積發生變化 那樹葉的話你摺會摺痕的 就是它有這個力量 可以使它變大變小 那像剛剛表演這個藥蟲裡面出來的事情 他們經過這種錄影之後 做慢動作 發現它的那個念力 可以使那個就是瓶子上面這個地方 開一個很小的口子 讓它飛出來 讓它飛出來 可是他們做不到 就是有人建議說 能不能使那個藥丸 能夠潛在這個上面 它做不到 就卡在上面 但是它可以拉出來 我以前有聽過說這種 就是穿越就是實體的東西 這好像是因為那個密宗 就是有 我聽說有喇嘛 他們已經到達那種 可以穿越實體 人家講說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其實說你看到的東西 只是很快速的一種分子 產生一種患 就是視覺的東西 你摸得到好像是硬的 可是真的懂的人 可以穿過去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就說 他在西藏看到有喇嘛 他們去製子邊的病 的時候喇嘛很老 浮拐帳 那個喇嘛要進去之前 可以把他的拐杖 直接從門穿進去 他其實只是把那個 震動的頻率變高 我不太了解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道理 但他都可以分解那種東西 就可以穿過 我上個月也是碰到一個高人 他也是說他可以分解 這個一般的這些物質 對 實體的東西 對 像他現場他就是 那時候我們約在一個咖啡廳 那咖啡廳用的湯匙 總不可能是他自己帶來的 因為我明明看的 都是裡面的產品 都一樣的 那材質真的是我的力量 我用兩隻手 在家我朋友 女朋友 兩隻手的力量 我們怎麼搬都搬不動的 他說他就可以在三五秒鐘之內 去改變他的這個質量 他明明對 然後很堅硬的東西 他就是不想在那邊 睡睡念...念什麼 然後跟我們講話一講 兩隻手指頭 就把他這樣整個搬彎了 就改變了 他就變成說 他好像是變成海綿的質量 不是鐵了 太厲害了 對 所以我不曉得 這到底是念力 還是這個魔術表演呢 其實這個魔術是做得到的 沒錯 因為像我們一般的湯匙 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湯匙那個周教授 可以看一下 對 我們稍微拿在這個手上 剛才讓各位也看清楚 這一般的湯匙拿在手上 我們就可以稍微做一個發工 這樣彎 彎呢 怎麼越來越彎啊 是不是 他慢慢的開始 欸 怎麼會這樣啊 對 整個開始在旋轉 好 甚至於他旋轉到某一個程度 欸 怎麼會變這樣啊 對 欸 我跨起來斷掉 我可以檢查 完全可以檢查 我怎麼會這樣呢 對 可以轉越一下 我看看他的材質 這上面有一個折痕 對 就是一般的 對啊 這很硬耶 真的 小馬 你慢慢看 你的力氣比較大 怎麼可能 哎呀 好硬喔 你好假喔 真的很硬 我看看 因為我知道有魔術 他們有特殊工具 它是材質是很軟的 其實一彎就可以 但是這個真的彎不斷 剛才各位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們再一次 剛剛這個也請了我們公正人 周教授做了一個見證 確實無誤 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讓這個湯匙 就只好用一個手指通 就是用一個肉指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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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接下來呢 我準備了一個夾克 注意看一下 來 我們進鏡頭稍微看一下 我把這個夾克翻在這個上面 注意看喔 現在我們慢慢緩緩地會看到這個鞋子 對 來 再一次 各位看得不是很清楚 再一次 1 2 3 飛起來 飛起來了 這樣看清楚了嗎 好 慢慢緩緩地下來 好 慢慢緩緩地下來 怎麼可能 太厲害了 怎麼可能 非常你如果 在其他表演的時候 你可以飛得更高嗎 可以 要看場合啦 為什麼 對 因為有的時候 攝影棚裡面 可能它的 尤其是像市面環繞 我們會有一些這個 聚會 那如果說有一些 比較空曠的或大舞台 它可以做更高度的飛行 這樣啊 它可以飛上去做這樣 這個其實在國外 很多的魔術他們有做過 他們甚至於用電腦來控制 就是人可以讓你在運行當中 好像在宇宙上面有那種 反地心引力的那種感覺 我發現是你先請坐 好 謝謝 周教授你有看過人 因為練功還是說 因為神明的關係 神明護體 他真的會飛嗎 我還是談我本行這個歷史 歐洲人他們在天主教會裡面 有紀錄啊 他們稱之為聖徒啊 有230多個人可以飛的 有名有姓 那裡面有不少日修女 可是他們飛的這個高度呢 這個要研究一下 大概只有3公分以上 就是說並不是很高的 那在印度他們這個煉魚家屬打坐呢 人有時候可以反過來 就是頭在下腳在上 可以倒過來飄在空中 真的耶 那邊在伊斯蘭教也有 伊斯蘭教以前有些這個 在沙漠苦修的這個苦修生啊 我們把它稱自殘行為 自己傷害自己 就跟台灣雞同一樣 那麼他們也能飛 而且可以飛到樹的高度 這都有歷史記錄 那麼我們說比較所謂原始一點 像格林蘭島上面是一努一特人 以前稱為艾斯基摩人 他們要借用一種這個站帳 就是我以前節目裡面 那種翔龍帳那個東西 一個歪形的帳 它先支在地上 然後這個人就可以再上去之後 那個帳拿掉它不會掉下來 然後可以漂浮 連艾斯基摩人都能做得到 那如果說如果有特殊的工具的話 像魔術美少女也可以飛囉 是嗎 它會一個反地心引力啦 可以試試看 魔術美少女小童 對 是的 拿一個什麼反地心引力 就是這是一條很普通的繩子 就是大家可以試試看 普通嗎 童珠繩嗎還是什麼 對啦 拉不斷 你用力 請不要破壞人家道具 沒有 我們把人家車轉掉了啦 怎麼辦啊 代表那個是真的繩子 有點拖線的狀態 你這門上去它能不能再聽 往上去出來 你還有另外一支跟嗎 你看包老師的那個臉 其實應該是可以啦 OK 但是它可能就是中間的那個心 都有沒有弄斷掉 對啊 然後就是 一般繩子啊 我們拿起來的話 另外一頭一定會往下垂的嘛 對 然後現在呢 我們把它拉直 嗯 拉直 OK 老師麻煩你吹一下 對 要不要把它抓起來 好 抓起來 因為剛才也拉太大力了 所以 那骨頭斷掉了 那骨頭斷掉了 對 是的 但是還是有這種飄浮的感覺 中間還是有飄浮的感覺 那麻煩老師吹一下 又回覆了 周教授還有看過更誇張的一些東西 沒有 我是沒有看過做學術研究啊 那上面的報告滿多的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一定要去查證 因為我們看法就是說 這個人有一分的能力 他說成十分 大部分都過於誇張了 而且他有的人先天有這個力量 後來沒有持續羞恥 或者物語太強的話 最後是歸零的 以後就變成神棍了 還有最主要是魔術不要拿來騙人 因為我曾經在紐約被人家騙過 他們就是拿那個魔術 就是他拿一個那個杯子 裡面蓋一個 不知道是像球 還是什麼東西的 他就有三個 然後一直換... 然後叫路人猜 猜說... 對 我就很傻 叫鄭玉琳拍過影片 可是我每次猜都是對的 我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剛開始沒有押錢啊 然後其他人... 對 就有三個對不對 其他人就很傻猜 比如說猜這個 我沒看到是在旁邊這個啊 我說No It's right here 可是我沒有押錢對不對 他打開 真的是在這邊 大概試了三次之後 我想說我真的太神準了 重鑄下去 旁邊就有一堆人圍過來 他說... 他說妳太聰明了 妳趕快押一些錢 妳一定會贏到錢的 然後我就掏了20塊一押 然後很仔細看喔 非常仔細喔 我保證我眼睛完全沒有離開 那三個杯子喔 可是每一次都猜錯 而且妳知道嗎 就賠了60塊 終點絕對不是他一個人在... 對 為什麼 他旁邊的那些人都是他發的 那時候我的眼睛很仔細在盯著 那杯子 為什麼還是會沒有 那是手法的問題 像現在很多一些 Local的菜市場 還有很多人在騙那些歐巴桑的錢啊 也是用這種方式嗎 對啊 妳如果 就是小小玩的時候 他都先讓妳嚐到甜頭 就是會贏 等到妳重鑄一出來 不好意思 絕對被吃 然後旁邊都是一些 就沒有進來 假如未來兩年出現變數 這個牌會變 我們只能看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就像319槍擊案 那個也是突然有變數 對 它會效應 因為那個東西是一個變數 這個東西算不到 這個東西只能算到 到此時此刻 哪一個陣營 就是說最有勝算 好 周江鑽還有男星 你先知道我童年時候 在這個公園裡面 有人擺那個象棋殘局 他堵象菸的 但實際上那都是圈套 你不可能贏他 除了偷棋子之外 可是在大概物靈年代 在那個重慶南路 靠總統府那邊的走廊上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人物 我想台北市 老台北人大家都聽過 他打擂台一樣 就是貼了海報說 你問任何問題 上次天分下在地裡 問倒了 東西 東西送給你 結果有些那個學生 經過不服氣 問數學 問什麼號 文史的 他都考不倒 那這個人擺攤一陣之後 就消失掉 我們覺得這個人非常詭異 可能是外星人 怎麼可能無所不知呢 這早年台北市 一個鄉野傳奇 這樣喔 好神奇喔 有一些人 他就是有這樣 特別的這種 第六感或直覺力 例如說 像沈老師 你做這個塔羅牌 也是有一定有特殊的直覺 才可以幫人家 解決一些煩惱 對 因為塔羅這個東西 對不起 它最主要是靠直覺 那通常你先學這一套牌之後呢 你會先學它的技術的部分 但是學完之後 你不可能只用技術來幫人家算 你一定要靠直覺力 這樣才會準 所以本身你的體質 要適合做這個 因為有一些人解讀力就很差 他什麼什麼都不準 對 譬如說你去問一些那個 譬如說房間很多占卜師嘛 那占卜師資質有差 那為什麼就是說 你今天找人去算塔羅的時候 為什麼算出來 有時候他解讀的人 如果資質不是很好 他會給你一個很模糊的答案 那譬如說你去看房間 有一些我們所謂算命老師 你問他一些問題 他只給你一個籠統性的答案 對 兩可 對 兩可 就說你什麼解讀都是對的 對啊 那這種東西通常就代表說 你可能功力上面來講 比較弱一點 那通常塔羅這個東西 它是一拍兩瞪眼 它很直接的 譬如說你今天抓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如果有的話呢 你基本上就要抓到 譬如說 譬如說隨便問好 你老公有沒有跟他的什麼 祕書上床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對 好 那如果有的話 就應該是要呈現有 對 一般的講 籠統的話講說有 那如果準一點的話就三次 對不對 就是講 之前次數都講過 在哪裡都講得到 好 但是上次沈老師有提到說 你是突然在幾年前 有這樣子的一個靈動力嗎 對 就是突然退出演藝圈之後 然後突然 我其實以前就很想要學塔羅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退出演藝圈之後呢 就學到了 那學到之後呢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東西好像我很久以前就會了 很熟悉是不是 對 很熟悉 然後現在你去看 一般塔羅牌當中的書 都寫得很複雜 它會告訴你一堆排證啊 正面 反面啊 其實你如果真的會抓訊息的人 你根本不需要排證 不需要證反面 你排一翻開 你就應該要知道答案了 你所謂的排證 是那個症狀的證對不對 排證 對 譬如說 他有算過塔羅牌 他有排一個圓形的證 然後圓形的證 然後不斷地再重複發 然後他在一個一個 他們說這三個是問你事業的 這三個是問你的什麼的 這三個問你什麼的 那是不是因為學派不一樣 對 因為他把它搞得太複雜了 但是通常我們一般的人 只想知道一個單一的答案 比如說我現在去應徵這個工作 他會不會錄用我 懂意思嗎 我們只要知道一個直接的答案 了解... 或者說這個男的 他現在到底愛不愛我 我們只要知道一個直接的答案 那如果說可以驗證一些事情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現場 也請教沈老師幾個問題 好 請說 2008年的總統是藍綠 總統是藍的還是綠的 可以嗎 可以 2008 好 但是好像有一個淡數就是說 因為這是預測性的東西 對 那未來會有變數喔 而且不代表我們所有人的立場 因為到今天這一點 變數沒有進來 假如未來兩年出現變數 這個牌會變 我們只能看到目前為止 就像319槍擊案那個也是突然有變數 對 對 它會效應 因為那個東西是一個變數 那個是這個東西算不到 這個東西只能算到到此時此刻 哪一個陣營就是說最有勝算 好 好 那周教授來抽 來 我們先抽第一張牌 就是... 抽第一張嗎 不是 是 就是說待會兒你專注的想這個問題 用左手抽牌 好 來 你現在專注的想好 那我問問題你只要repeat就好了 2008的總統大選 藍營會得勝的機率有多高 左手請抽一張 好 綠營在2008年會得勝的機率有多高 左手請抽一張 好 這兩張牌 一張牌是一張牌叫做聖杯酒 這張牌叫做寶劍皇后 兩張牌不一樣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綠軍的 這是藍軍的 對 那我直接就從 牌儀核心的能量來解讀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多 第一 此時此刻喔 好 藍色的營 藍營這邊叫做聖券在握 它叫做我已經對於我目前的 不管是民調 或者是我的各方面的表現 都非常的滿意 基本上它已經變成一個 有一點... 就是說已經... 老心災災 對...就是那個意思 就說我已經覺得 差不多就是我了 OK 它這個裡面就已經有一點 驕傲的現象了 有驕傲在裡面了 這張牌套 那這一張寶劍皇后 這張代表一個 我勉強 要很吃力很勉強 才可以到達的一個東西 表示他們現在已經出現了疲態了 出現了吃力的現象 它如果在那個時候要勝的話呢 它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跟代價 才有辦法 另外以它現在的能量廠來講的話 它現在已經叫做 好像一個生病的人 你就要去跑百米 它還是可以跑 但它已經很累了 而且我還有另外一個解釋 已經很累了 你看 拿寶劍 為什麼不是國王去拿寶劍 國王被幹掉了 現在只有皇后還在... 硬要去殺 你知道嗎 好... 你不要隨便解讀啦 我們讓美女魔術師小童 來問一個問題 你想問什麼 我想請問 就在這兩年啊 我們台灣的經濟會不會有起色 這兩年台灣的經濟 你的意思是說 一個小女孩問的 對啊 就是說什麼民生消費啊 各方面就是會不會有起色 不是 可不可以衝過 九千點 老師不是跟你講過嗎 九千點...你不聽嘛 好 留在這裡 好 未來兩年嘛 對... 好 那請你過來 那我們現在就用大牌來抽 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大牌喔 因為大牌是我們所謂的一種 能量上面最清楚的變化 那待會兒我們要抽出兩張喔 因為我們要先看現在的 以及看未來的 你才有辦法比較 不然你沒有平均值 好 來 第一個 我跟妳講 這兩天呢 我們看到股市好像是破 200幾年以前的新高嘛 七千多點 有沒有可能在這兩年之內 衝破以前的萬年 好 我先讓他問他那個 經濟的問題 好 那我們再繼續 待會兒一樣用左手抽牌 好 那專注的想問題 來 我引導你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 目前台灣的整體經濟狀況為何 左手請抽一張 好 來 接下來抽 好 未來喔 未來一兩年喔 台灣的整體經濟狀況 將會是如何 左手請抽一張 小偷 妳抽這張很重要喔 來 這第一張好 這一張抽到叫高塔牌 表示說現在台灣 正在做一種轉型跟轉變喔 它慢慢要開始重整 它的整體的經濟的能量跟力量 也表示現在整體來講 還是有不穩定的現象 即使你現在看到有一些 暴衝的現象 它也代表不穩定 表示台灣整體的經濟結構 其實是還是不穩的 而且你看我還有另外一個解釋 你看到沒有 它所以有個轉變的像就是 綠色的即將要碰到紅色的部分 要做一個是相當大的一個協調 所以最近... 所以最近在產生一些 我們所謂的經濟體上的轉變 那最重要是看未來嘛 未來非常好 因為昨天還有黃帝牌 我們這張經濟的經濟 對 因為這張牌 在塔羅牌當中數字是4 那我們大家想一想 在宇宙當中 四角形的東西是不是都很穩固 對嘛 四角形的東西很穩固 所以在未來台灣的經濟 會越來越持續的穩固喔 那假設說我現在今天 我要出門之前我問自己 我今天會不會有桃花韻 然後隨便翻一張牌 好 比如說你現在翻 那現在你連排證都不要 來 待會兒你就直接把它翻開來 那翻開來的下面的這一張 我們就做解釋 好 那妳要問的是什麼 我今天會不會有桃花韻 今天會不會有桃花韻 好 你翻牌 翻 好 這一張 妳剛好抽到聖杯2 妳看妳是桃花 妳的桃花還身在一個蓮花上面 妳知道多巧嗎 因為今天在錄這個影的之前 我就先問每一個人的表現 結果我就問到潘潘的表現 結果抽到了愛人牌 然後妳今天又抽到一個聖杯2 那看起來全部都是一團愛的洋溢 表現說妳今天被很多 愛妳的人包圍著 真的喔 有啊 所有未來的人都愛我 觀眾朋友也愛我 每一個人都很強啊 今天每個人表現都很好 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解讀 我就是翻那個塔羅的工具書 對 她直接去直覺的解讀 這樣就可以了 對照她的那個解讀 對 對照就可以了 好 那還有一些男生 可能很關心的是 像今天方元氏老師 表演的魔術到底要怎麼學呢 有沒有辦法用最簡單的方式 因為學到了有什麼好處 就像這個小馬有一間店嘛 沒有 我開玩笑 你知道嗎 她喔 她有一家店喔 她就專門在那邊騙妹妹 有沒有 八馬字 我沒有 妳沒有喔 但是我們的吧檯 我們吧檯長的 它本身很會魔術 所以我每次坐在吧檯 一個人就坐在那邊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講說 他就會跟我聊天 聊一聊 他就變一些小魔術給我看 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偶爾就跟他學了一兩招 那也不叫魔術啦 可是很多鬧妹都很喜歡對不對 像我這個剛好 因為我今天沒有帶什麼 任何的工具 就剛好看到這個 這個陳老師有個塔羅牌 我想說塔羅牌跟普克牌 差不多嘛 我們也來變一個就是說 我用我的發功就對了 我用一隻手指頭 就可以讓我的普克牌 真的假的 真的 小馬的一隻弓 你仔細看喔 你仔細看喔 拿一個鏡頭這邊對不對 你太爛了吧 你另外三隻手指頭 這件皮膚 你這麼爛的魔術表演 你要去騙妹妹騙不透吧 我跟你講 這樣有人會被騙到嗎 我跟你講 他們今天很好玩喔 因為它那個發台真的滿帥 然後他會把那個衛生紙 它會飛起來 衛生紙飛起來 折成一朵花 然後在手上這樣把握 或是說 或是說他就是說抽煙對不對 煙灰對不對 他把那個煙灰放在你的手上喔 OK 然後叫你握起來 OK 叫你握起來之後 然後他這樣 對 就一吹 然後你這邊就 他沒有摸煙灰 他把煙灰這樣沾一沾對不對 然後灑在你的手上 這樣灑下去之後呢 然後呢 煙灰不是就在上面嗎 對 但它沒有煙灰 然後他叫你把手打開來 你手一轉過來一打開來 裡面有煙灰 就穿過去 穿到手心裡面 那很怪 他本來會變一些很奇怪的魔術 然後就會覺得滿好玩 對啊 然後很多辣妹就在旁邊 就愛他愛得要死 對... 所以這也是我想開除他的原因 沒有啦 開玩笑... 其實我們生活其實有很多的東西 都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對... 譬如說我們今天就可以就地取材 我們來... 未來電視台有幫我準備一個紙杯 對... 其實用這個紙杯 大家都可以來表演這個魔術 那我們今天用這個紙杯 來做一個就地取材 然後再準備一本書 這就可以了 王牌魔術師 對... 那我想這個主持人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端了一杯水給你來喝 謝謝 那這個水的話 就是說麻煩你可以把它拿起來 好 你幹嘛不放 我沒有不放啊 我杯子只是擺在這上面而已 可是我拿不起來吧 它怎麼黏在書上面 對啊 幾乎是黏在書上面 你也沒誠意耶 換一個人拿 換一個人拿 那不只是這樣子 你手還可以拿起來 擺在你手上的這個杯子 譬如說我現在把這個手 然後你稍微這樣撕一下 剛剛你不是有在學漂浮對不對 好 來... 好 慢慢的 我們看一下 手可以放點 對... 對... 滿厲害的耶 就是為了一個這個漂浮的感覺 真的 這個我再看不出來的話 觀眾可能會罵我啦 對... 跟你那個發來學的那衛生紙 好像有點類似 不是 其實它就是一種手法的問題 要配合道具 那大家想要學怎麼樣 讓這個杯子黏在書上 還有怎麼樣漂浮的話 可以看那個工具書 其實這個是... 是滿簡易的啦 你要怎麼來做呢 很簡單 我們在這個紙杯後面 其實我剛剛在錄影之前 已經在後面挖了一個洞 對... 好... 那我們如果說要讓這個紙杯的話 很簡單 只要稍微把這個大拇指擺進去 壓住這樣就可以 可是我們從正前的方式看不見 所以你斷杯拿過去是... 拿不起來 好... 這是一種... 這實在是... 多大拇指